上海中山西路207号 如今的这片土地属于上海市消防指挥中心 上世纪50年代 这里曾是大福橡胶厂的旧址 你或许没听过这家工厂的名字 但他们旗下诞生过一个非常有年代感的品牌 飞跃 彼时的大福橡胶厂曾在80年代 凭借年产1371万双飞跃鞋 一度成为东南亚地区的最大鞋厂 但30年后一切物是人非 飞跃的诞生要追溯到上个世纪初 1931年民族资本家崔福庄建立了大福橡胶厂 1941年改名为大福橡胶厂 1950年开始生产加工解放鞋 就是我们军训穿的那种 当时的年产量达到1138万双 1953年大福橡胶厂被收归国有 5年后开始生产民用版的解放鞋飞跃 并正式注册商标 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品牌 当时一双飞跃鞋卖4到5元 其火爆程度丝毫不亚于今天的AJ 但那时的品牌不像现在 搞什么物以稀为贵 多少也给你做出来 经销商开着卡车卖鞋 老百姓拿着现金等着买 是非常常见的场景 从1974年开始 因为利润高 工艺简单 大福橡胶厂逐渐把主营业务改为轮胎生产 到1998年 大福旗下只剩下四家联营厂仍在生产飞跃鞋 其中就包括大博文鞋业 这个大博文是大福和上海蓝生股份有限公司 于1992年合资组建的鞋厂 原因是当时的大福想要外迁鞋子业务 后来大福撤资 大博文接受了大福306名工人 作为交换 大福授权大博文可以使用飞跃商标权至2013年 可是在大博文的手里 飞跃并没有继续往日的辉煌 以前四五块一双的鞋子 到了21世纪初 仍然只能卖到十几块钱 这导致大博文亏损严重 多次被迫搬家 从中山西路越搬越偏 最后连快递员都要找不到地址了 从国民小白鞋到被迫停产 这中间经历了什么 是换了场之后 飞跃的质量越来越差了 似乎并非如此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假冒产品实在是太多了 这双鞋本来就没有什么科技含量 假货一出卖得比官方更便宜 直接抢走了一大波客户 而且那个时候不像现在 对莆田鞋存在鄙视 大部分对鞋子的需求 都停留在能穿耐穿就够了 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人 生活水平越来越好 钱包越来越股 随着近江系国产运动鞋的涌现 和国外品牌的入侵 让贴着低端标签的飞跃 更加不受待见 2008年 时任大波文厂长的陈建越 就将停产原因 归咎为假冒产品太多 但这其中 大波文本身也逃不了干系 因为他们在1995 到其停产前所生产的飞跃鞋 全都没有使用飞跃商标 而是用了自己申请的零行商标 直接导致了市场混乱 21世纪后的头几年 虽然国内市场 再无飞跃的容身之所 但是一个法国人的登门拜访 却让飞跃走向了国际 这个法国人叫帕特里斯巴斯蒂安 他曾在中国的武术班里 看到了这双鞋 当时国外流行复古风 他找到大波文 展示了自己的商业计划书 提出要赋予飞跃全新的设计 并帮助他走向国际 大波文听了 肯定不信呀 直接拒绝了这次合作 而且很关键的一点是 大波文只有商标的使用权 也根本没有资格签署合作协议 这也导致了三方日后在商标问题上 闹得不可开交 市场同时出现三种飞跃鞋的混乱局面 后来又经过了几轮谈判 大波文的老大福员工被说服 双方正式达成合作协议 一千双全新设计的飞跃鞋 投放欧洲市场 帕特里斯没有选择加勒福 这种中低端销售渠道 而是把飞跃放到了大型商场 和其他国际品牌一起卖 每双定价约五六百人民币 精心编撰了和功夫等 中国元素相关的背景故事 很快欧美明星的街拍中 出现了飞跃小白鞋的身影 其中最出名的 或许就是精灵王子奥兰多布鲁姆 再加上香奈尔和范斯哲的 品牌宣传形象大使 脚踩飞跃出席时尚活动 让欧洲刮起一阵飞跃热 甚至有杂志称 飞跃将挑战匡威 在欧美年轻消费者心中的地位 然而不管国外如何热闹 国内的飞跃批发价 依然是一双十八 卖一双亏一双的大博文 最后不得已 只能靠着为匡威等品牌代工 维持生计 而且在看到法国飞跃火了之后 时任大博文厂长的陈建月也表示 当时是大福那边的老员工 和法国人谈的合作 飞跃的使用权明明说好给自己的 如今要追究法国人侵权 但为时已晚 法国飞跃早早就抢住了海外商标 而且还取了全新的英文名字 Flying Forward 但说到底 飞跃的问题根本不在营销上 在后续设计乏力和品牌底蕴不够的缺陷 逐渐放大后 法国飞跃的热度也没有持续太久 2014年 法国飞跃被美国鞋类公司 BBC International收购 帕特里斯套现离场 虽然结局不怎么样 但法国飞跃的事情 给中国飞跃提了一个醒 那就是不能再埋着头 自顾自的做鞋了 当初将鞋业外迁后 大幅把飞跃的商标留给了旗下子公司 升龙鞋业 后者可以有偿使用到2023年 但后来这一商标被同一母公司 上海市化工局旗下的双钱集团收回了 2017转到了回力鞋业名下 这就导致升龙鞋业不得不重新申请 大幅飞跃这一商标 虽然从根源上来说 他们才是真正的飞跃鞋 但是因为此间十多年 飞跃都是交给大伯文做的 所以此时的大幅飞跃 可以说既没市场认可度 也没有经销渠道 直到他们遇到了经销商CM 全称Cartion Metals 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叫田波 当时正好想做一个 集合老国货的快时尚品牌 在提到上海时 他想到了飞跃 并在销售之外加入了设计工作 从2007年年底 第一批改良款上市到2018年 CM帮助飞跃上新了150款新鞋 最重要的是 价格终于从35元涨到了99元 有些爆款的销量达到了几十万双 虽然十双鞋子的售价 可能都比不上耐克阿迪一双 但是对于当初 卖一双亏一双的飞跃来说 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上的转变 有了底气之后 大福飞跃削减了很多批发渠道 从最初的依靠批发 转为零售模式 并且坚持在一二线城市开店 把店铺开在大型商场 到2015年 大福飞跃专卖店 开始向全国范围铺建 门头一律换上 大福飞跃四字logo 这一次他们可不想再被假货咬死了 在CM的主导下 飞跃也和迪士尼 推出了星球大战联名款 然后安惊受怕的将价格定在了188元 要知道 此前飞跃的售价从未突破过100 结果 白冰款飞跃刚上线就被抢购一空 而且非常重要的是 那时国内还没有掀起这种国货联名的风潮 飞跃在这一步上 可以说是走在了很多品牌的前面 2019年拥有300家经销商的飞跃 销量突破1000万 对于这个新生的国产品牌来说 生存的问题解决了 如何活得更好 依然让人头疼 想要成为真正的国货之光 对于疫情之后主打重回街头 这一口号的飞跃来说 一切似乎才刚刚开始 要知道 我们说飞跃小白鞋 其实重点都放在了小白鞋上 好看的也是小白鞋 而不是鞋面上巨大的飞跃logo 相比于其他品牌的各种黑科技 飞跃的小白鞋 一直和硫磺底死死地绑在了一起 如何往200至300这个价位冲击 一直困扰着他们的开发人员 还有一个就是 网店的管理上不够统一 很多得到授权的代理商 也会开自己的网店 这就是为什么 你在淘宝上能搜到飞跃旗舰店 大幅飞跃各种店铺 其实他们的进货渠道都是统一的 而且你如果浏览网店中的畅销款 会发现 飞跃某些款式的设计和匡威非常雷同 甚至可以说存在抄袭的嫌疑 这或许也是很多国货品牌 难以把影响力做起来的原因 眼下国货品牌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希望国货品牌不要只顾当下的利益 去消费大家的情怀 而是抓住机遇 脚踏实地地去提升品牌自身的内核 从而实现国货当自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颜译 转发 打赏颜色 这也好,这也好聚用 但是我就用这个按钮 在货品牌上来取得有充满度 从而实现我们的形状 在货品牌上花我们的底表 我们下期间小客赛